好,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已知一個三角形的三邊長ABC 而且ABC是使得這個方程式X 它的兩個根重根就一樣 就是說兩根相同 那麼他問 那麼這個三角形是什麼樣的三角形? 我們曉得說 一個二四方程式的話 它有沒有解的話 看什麼呢?看判杯式 為什麼呢? 因為這個方程式 我們可以代公式 它的解有兩個 有一個是什麼呢? 是2A 就是2在這裡是A-B 2A問是-B 就是-2C 加多少呢? 根號 2A問是-B 加根號 B平方 2C的平方 B平方 減掉4AC 減掉4倍的 A-B 乘以-B 乘以-A加B 乘以-A加B 另外他就說 X2是什麼呢? 這個是減的 這是減的 A-B -2C 加多少呢? 2C 加根號 2C 乘以-A-B 4A-B 乘以-A加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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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更多 3C 現在看5A-B 2C 1C 8A-B 1C 4A-B 2C 2C 1C 4A-B 判別式小0的話,那根號裡面不能小0,就沒有解 這是有兩根,有兩相一根 那判別式如果小0的話就無解 所以他現在是說,兩根重疊,就是重根,就只有一個根 那重根的話,判別式必須等於0 這判別式是這個,那這個我們通常稱為大判別式 大判別式就是2C平方減掉4倍的A-1xA-A加1 那如果中間這個偶數的話,我們可以用小判別式 小判別式的話,就是把大判別式除以4 這有2的話可以抽出來,除以4 那除以4的話就變成2分之B平方 這2分之B平方,這是ABC,2分之B平方 減掉AC,這兩個相稱 就A-B,乘以A加B 如果大判別式等於0的話,小判別式是除以2 除以4,除以4就是小判別式 大判別式等於0的話,小判別式也會等於0 這個會等於0 那等於0的話,結果是什麼呢? 結果就是說,C平方減掉多少? 這個是用乘法公式嘛 就A平方減B平方 A平方減掉B平方 這等於0嘛 所以要得到什麼呢? 得到C平方負得證加上B平方 等於多少?等於A平方 那這個是什麼呢? 這是B式定理 比如說這是一個三角形嘛 斜邊的話是A 然後兩股的話呢 是C跟B B平方加上C平方等A平方 所以這是一個什麼? 這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 所以答案是直角三角形 是C平方的一角形 是C平方的一角形 所以說是C平方的一角形 感谢观看